大家好 我是张欣 前几天我们做了一个吐司肉夹馍 今天我们要把剩下来的吐司 再做一个非常好吃的小料理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香蒜烤吐司 真的闻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我们为什么会想做这道料理呢 因为今天我们在经过面包店的时候 突然闻到面包店里面传出来 特别香浓的奶油香蒜吐司的味道 我们两个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可是过完年我们两个都在控制体重嘛 我好不容易还维持在85公斤上下飘来飘去 我们就不能再去吃这个香蒜奶油吐司了 老婆那我想一开始谈到热量的话 我想请问你第一个问题 我们常常跟小孩子说如果肠胃不适的话 会请他去吃没有油的东西 让肠胃休息一下对不对 通常会说哪三种 西板 馒头 吐司 然后你猜哪一种是含油的 吐司的啊 嘿为什么 它闻起来特别香对不对 而且面包系列里面基本上都会加那么一点点油脂 老婆那你猜猜看 吐司面包里面最简单的白吐司哦 它的脂肪含量大概是百分之多少 不晓得 大概百分之五五左右 所以你每吃一百克的吐司面包里面就吃到了五克的油 其实比例还不低哦 所以我通常跟我们家的小孩子说啊 如果肠胃不好的话 不要吃吐司 如果想让肠胃休息一下 想吃没有油的料理 去吃西饭跟白馒头 这才是咱们中国人的智慧 吐司其实还是含有油脂 它跟其他面包比起来可能相对低脂 但它的脂肪含量还不低呢 然后那我另外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们讲到控制体重吗 一百克的白吐司 大概有多少热量 我只知道像Seven瑞水的那个吐司一片 比较大片 我记得是一百九十大卡 有概念哦 其实每一百克的吐司面包啊 大概有三百三十大卡 可能配方不同 从三百到三百五都有 如果我们买我们最常见的那种 小的白吐司薄薄的 一片大概就是一百大卡 如果我们这种稍微厚一点的啊 比较厚一嗲嗲的 那大概就是一百五十大卡 如果你真正吃到外面那种厚片啊 大概就是三百大卡了 那一个就是一百克左右 大概就是一碗白饭的热量 好嘞 那我们吃吐司上面很喜欢涂酱嘛 你在外面很容易吃到各种涂酱的吐司 有香蒜奶油吐司 有奶油吐司 巧克力吐司 草莓吐司 花生吐司 我问你猜猜看 哪一种抹酱吐司的热量最高 应该是花生好了 其实热量最高的就是香蒜奶油吐司 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两个经过那个面包店的时候 我拉着老婆赶紧走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我是食品科系的吗 我就知道这个香蒜吐司啊 热量超高 而且几乎就是一片面包的两倍热量 一个白的一般吐司如果刷上香蒜奶油 15公克 大概就会让热量从100克变成1900 特别恐怖 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些健康问题 也不减肥的话 那个真的特香 而且超好吃 老婆那吃吐司热量这么高 有没有什么 减低它热量的方法 就用橄榄油啊 那个是香蒜对不对 如果我吃白吐司呢 嘿嘿 今天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 有啥的 只有一个办法 叫做物理性的减肥法 就是把它的边条给去掉 老婆你有没有试过 白面包把四面边条切掉之后 重量减少了多少 不假的 没蹭过 40% 你切掉好像很少 但是重量直接减少了大概40% 因为外面它的密度比较高 对不对 但是它特别香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梅娜反应 整个吐司最香的是在外面金黄的表层 而且它的热量特高 你只要把那个外面切掉 只是中间松软的部分 在心理上你觉得还是吃了一个抹酱的吐司或夹心吐司 但是热量可以直接减少40% 所以如果你在减肥的好朋友 真的没有办法忍受这个口腹之欲 来把边条给切掉吧 可以吗 好嘞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做的就是一个相对低脂的香蒜烤吐司 我们来看看如何把奶油合理的给它拿掉 又能做出非常好吃简单的香蒜吐司 老婆那时间交给你咯 哈喽大家好我是玉璐 我们先来做蒜香酱 嘿嘿嘿 我先来注意这个鸡蛋 其实一般的蒜香酱是用奶油加蒜末 因为有葱嘛 不一定有葱 对 但是有巴西里 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来用这个鸡蛋 把它取代奶油 因为它里面的脂肪也够 它有软磷子 烤一下特别香 对颜色会特别漂亮 这个我先把它尽量的打散一点 好两个鸡蛋打散 接着来处理蒜头 这个蒜头当然就是主角 所以蒜头越多它就越香 这蒜头等一下把它切成末 切成小末末 其实我自己很少吃面包 但是唯一会吃的大概就是蒜香的这种面包 这种就真的无法克制 就会很想去吃它 这个把它切一下 切成小末 蒜尽量把它切越细越好 直接把它加到蛋液里了 然后接着来切一些葱花 葱花我用的是葱绿的地方 因为这样的话是等一下颜色比较漂亮 对我以前在做面包的时候 我们的蒜末使用的是蒜米 直接把葱绿米来做 葱花也把它加进来 有这个香了 其实它颜色更漂亮 还可以加辣椒粉 用道理喔 真的颜色会更漂亮 就是那种什么墨西哥红椒那些 这里头加一些盐 调味 然后再加一些胡椒粉 黑胡椒 对黑胡椒粒 接着 我们用的是橄榄油 这样子就比较低脂一点 相对 没有用到那么多的切法 对 好这样子 我们把它搅匀 这样子基本的这个酱汁就做好了 那也蛮简单啊 对 你看这个 是吐司面包 但是这个比一般的吐司稍微厚一点点 然后这个步骤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这个面体其实是蛮松软的 我们就先用这个 汤匙啊 尽量先把它压实一点 才不会等下蛋液一进去 它就整个散在里面了 而且它稍微凹一点点啊 蛋液也比较容易保持在中间啦 对 就是这样突然想到棺材板耶 有没有一点想 有会 好 升官发财啊 吃吧 好现在你看我们这个蛋液 其实你这样看 这个蛋液香蒜酱 对 其实很像那个葱花蛋 只是它多了蒜头跟胡椒粒 还有橄榄油啦 所以其实大家在做这个早餐的时候啊 或是做这一道小点心的时候 没有用完的就直接干脆拿去炒一炒 我觉得其实一定 搞不好炒好吃耶 因为加了蒜头嘛 嗯嗯 这我们把它尽量把它铺一下 对很像葱花蛋的香蒜酱 边边也要弄到 这样烤起来颜色比较漂亮一点 对 漂亮啦 这一片也是一样 好就直接咬一咬把它倒上去就这样 对对对 其实我知道那个很多人喜欢吃面包 而且面包的那个热量其实真的超级高 没错 对你如果真的有会做面包的话就知道 它里头加奶油好多哦 它脂肪含量超高的啦 对 而且 加不多不够香 这个啊 等一下 是低纸版的 这个的话就是小朋友吃的 这个叫夹带版的 我们再加一些起司上去 就不怕胖的 我们就再加一些这个 马子瑞拉 对 好 这样子 这样子我就把它进到烤箱里 那个放到烤箱里面 嗯 这样子我们用最高温哦 因为你怕它那个蛋液啊 会渗到面体的下面 就赶快用最高温 我们家的烤箱是250度 大约10分钟 嗯 Go Go 哇 好香哦 好漂亮 哈哈 赶快来试吃 超赞的啦 大家看一下漂不漂亮 哎呀 麝香味俱全啊 刚刚我小孩从楼上跑下来 爸爸你有买麝香奶油面包 不是不是 一会儿你就知道 哎呀 又香又漂亮 咱们先不吃 来听一下 嗯嗯嗯嗯 光听这个感觉啊 就觉得好吃了 有没有 对 葱花又漂亮 咱们赶紧来尝一口 里面应该是嫩的 没有 超嫩的 嗯 而且那个蒜香味好浓郁哦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更营养 是因为它还有蛋 而且它多了一个蛋的香味 在烤的时候蛋的香味好重哦 而且这个皮真的特别好吃 难怪我会变胖 而且你看上面这一层就是蛋 有没有 嗯 重点是如果这样做奶油香蒜呢 这样的味道 如果你不讲 真的闻起来 就跟外面奶油香蒜面包一样 嗯 好香 我觉得这很适合 就是给小孩当早餐 又很好做 嗯 调一调 刷好 就放进烤箱了嘛 对不对 对 这个是有加起司的 好 咱们来看一下 换起司的效果 可惜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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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吃太多 只能尝一口 有起司还是比较香啊 嗯 可以还是放弃解肥啊 不行 这个留个小孩吃 老大子明要吃这一块 真的超好吃 你看我们两个蛋还有剩那么多的 再把它拿来做煎蛋 葱花蛋 这葱花蛋 里面带了蒜味 还比一般的葱花蛋香 嗯 好吃 好吃耶 最後一秒鐘 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家現在正在盛開的八重櫻 第二個 這是我們家盛開的三櫻花 你看 一個是副拌 一個是單拌 還有這個 這是我們家現在正在大開的紅梅花 超香 超香 看不清楚 都不一樣 對 三種都不相同 這剛好在我們院子裡面盛開 一起提供給大家欣賞 好嘞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可以做宵夜 也可以做早餐 非常簡單 而且營養 熱量又比外面香蒜麵包要來的低很多的 香蒜烤吐司 就到這個地方囉 張心辦談 咱們下回見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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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